韩国女团KARA自2007年出道经历两次成员变动后 与2016年合约到期不续约 各自开始新的发展 但也未宣布团体解散 日前正是她们出道15周年 全员惊喜PO入五人大合照 还在照片空位标记了一顾成员聚合啦 别去意义感动无数粉丝 队长瑰莉也感性写下文字 表达对成员与粉丝的珍惜 聚合啦2019年因忧郁症选择离开令人心动 现以这种方式与KARA的大家合体 惹哭许多粉丝表示好想念 然后你报道我 你报道我